少年歌行播出以来发现一个事情 好像其他角色不是极特殊的原因都只有一套衣服穿到下线 就算稍微有换衣服的角色也不改色调 不知是不是剧组为了省钱 但却出现了一个打架之前还要变装的形象 让人不由的眼前一亮 一看就是很拽很厉害的人物 他就是绿衣侠客沈靖州 紫衣长相见锦仙公公 真是剧组比较费钱的一个人物了 相比主角雷乌杰一直都是一套红衣走江湖 他真是出场不多 但形象却大幻的形象了 让人不得不记住他 但人们更加奇怪的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为啥甘愿成为锦仙公公 他应该跟雷乌杰一样一身绿衣闯江湖才对 这背后的原因让人心疼 也有人好奇如此邪魅的一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让我们来解读一下他的心酸和无奈吧 17岁挑江湖 一剑即出风雪枯萎 他少年闯江湖 17岁的时候就是同辈之中无敌的人物了 老一辈的江湖人也不愿意掺和年轻一辈的事情 免得显得欺负小孩子 他右手杀声一箭即出风雪枯萎 因此在江湖上闯出了一个响亮的称号 风雪剑沈静舟 从少年歌行剧情中雷乌杰知道他的身份时 那种佩服到目瞪口呆流口水的地步 就知道他在江湖上是响当当的人物 能让雷乌杰仰慕到目瞪口呆流口水的人物 无一不是武功一流 鲜有敌手的绝世高手 比如碎空刀王仁孙 枪仙司空长风等等 由此可见沈静舟的大明可是响彻江湖 当年的事迹也成为江湖传说 掌握皇家重权 佛珠青年 破灭魂飞 北离每个皇帝都会有五个大太监随士左右 他们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也是离皇帝最近的人 掌握着皇家重权 他们还是极少数能看到龙峰卷轴地位传承的人 北离由于开国后连续两位太子都死于非命 于是自那以后当朝不立太子 皇帝会将继位人选的名字写进两份龙峰卷轴 以龙章火风 在皇帝归天之前 一份交给五大太监称传地命 一份送往青天剑封藏称达天意 也是以防有人作假 两份卷轴名字相同 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 这规矩倒是跟咱们历史王朝中 清朝皇位传承的规矩很相似 但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人知道 五大太监在北离皇室的作用和权力之大 那当今皇帝的五大太监分别是谁呢 下面来说一下 掌剑大监谨为公公 他手持上方宝剑 负责协助皇帝寝殿的首位 掌印大监谨颜公公 他掌管传国玉玺 负责辅佐皇帝奏章的批阅 掌香大监谨先公公 他掌管清玉香炉 负责监管皇家佛寺 算是真正有权力的宦官 掌策大监谨玉公公 他掌管律法典籍 负责管理藏书阁典籍 五大太监之首锦宣公公 他是皇帝的伴读 自幼随皇帝一起长大 一直随士左右 也是宦官之首 而这五大太监中的掌香大监锦宣公公 就是刚才提到的 明镇江湖的风雪剑沈敬香 他成为掌香大监后 掌握着皇家重权 他左手慈悲 佛诸青念 破灭魂飞 是北离比较有权力的宦官 朝野上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只是明镇江湖的沈敬州 为何成为锦宣公公呢 童年经历逃不掉的命运 少年时期 就明镇江湖的风雪剑沈敬州 为何甘愿成为皇帝深宫的一名宦官 难道是他贪恋权力 想要荣华富贵吗 答案当然不是 如果他贪恋权力 想要荣华富贵的话 以他的能力和江湖地位 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将军 驰骋沙场 就像雷乌杰的父亲雷梦莎 和叶孝英一样 那样可以手握重兵 权倾朝野 比一个长相大奸的权力大多了 所以说背后有着一定的隐情 少年歌行剧中 无心对战沈敬州 使用心魔眼时 他浮现出来短暂的画面 童年的沈敬州 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 被人射杀 死在了他的面前 他本于自杀 但想到了父亲让他活下去的话 可见童年的经历 让他有躲不过的心魔 逃不掉的命运 就像剧中他说 无心命运是逃不掉的 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呢 由此可见 他称为锦仙公公是无奈之举 从他不让江湖人 叫他长相大奸锦仙公公 可见他并不喜欢这个身份 但为何他却一直甘愿 做长相大奸呢 那是因为幼年失去父母的他 被一个人收养 那人就是上一代 五大太监之首的 酌青公公收养 他为了自己能继续掌握权力 不至于将来落得 老死皇陵的下场 他收养年幼 失去父母的沈敬州 并收作徒弟 将他作为接班人培养 让他将来成为 下一代的五大太监之一 这样能便于他继续有权力 可见他让他少年闯江湖 也是为了历练他的武功和经历 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他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名震江湖 有人说以他的武功 他不想做的事情 谁又能逼他呢 就算真打不过 也可以逃走 消失在江湖 但从他跟吴欣的对话 可以看出 他当年应该逃过的 只是逃得了一时 逃不了一世 所以他才说 命运是逃不掉的 况且当年浊青的武功 肯定在他之上 而且又有养育传授武艺之恩 还有就是他的父亲曾说过 让他活下去 可见因为父亲的这句话 他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也正是这些无奈的经历 让他一直坚定 从无心只能用心魔眼 空住他片刻 他自己也特别自信地说 心魔眼对他没有用 可见他是经历了太多无奈的事情 才练就了这样的意志吧 这一点吴欣也是承认的 希望萧楚河继位 却不站队参与皇子党争 他一出场不是一身紫衣 就是一身绿衣 还要杀让我们心疼的吴欣 让人一度以为他是一个坏人 其实他是五大太监中 唯一没有参与各皇子之间党争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人 也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 五大太监为了各自的私心 有的支持投靠白王萧虫 有的支持投靠狼牙王萧凌晨 有的支持投靠赤王萧羽 他们各有私心 参与了各皇子的大位之声 只有锦仙公公他保持中立 只是效忠皇帝 但有人也说了 他身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皇室 还有卓卿和其余几位人各有立场 他为什么能保持中立呢 为什么要保持中立 其实在皇位之争中 很多人是不会轻易去动 那个不阻碍他们的中立之人的 而且以他多年在那个环境中 应该也练就了自保的能力的 他之所以不站队 是因为他的父亲作为一名将军 却死于皇族的争斗之中的 所以他厌恶着一切尔虞我诈的皇位之争 他还是喜欢一箭闯江湖的生活 其实在众多皇子中 他还是有看好的皇子的 那人就是六皇子 萧楚河 他有别的皇子 没有的狭义之心 也是最有能力的皇子 奈何他因为狼牙王一事 被贬消失了 看着各皇子争位 搞出了一系列的事情 他很怀念萧楚河 他曾感叹 不是赤王就是白王 太子之位一天不定下 他们是不会安分的 若是永安王还在 那便好了 五年了 你究竟去哪里了 永安王萧楚河 可见他是看好萧楚河的 希望他回来能安定这一切 当江湖传出黄金棺材的事件之后 他主动请鹰去调看一下 他是希望能借机试一下 找到萧楚河劝他回来 剧中也演了他见到萧瑟的时候 愣了片刻 周身杀气瞬间消散 随后叹气 掩饰一句 梁风绿以利 游子寒无依 随后就走了 他是关心萧楚河的 希望游子回家 但他又不想卷进争斗之中 只能用这句诗来劝他 他们都是聪明人都能听懂 有些话不用说的太明白 估计他虽然不会明着站队 萧楚河这边 但是暗中还会帮他们一下的 少年歌行剧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是逃不掉的 少年成名的他 亦是如此 所以他只能从风雪剑 沈静舟 变成长相大监 锦仙公公 从绿衣变成紫衣 右手杀生 一剑即出 风雪枯萎 左手慈悲 佛珠青年 破灭魂飞 如此两面的形象体现了他太多的无奈 他把自己一分为二 只是想让沈静舟和锦仙公公分开吧 让他们成为两个人 这样他才能稍微好受一点点 还能有点当年仗剑闯江湖的回忆 其实就算他离开了江湖 但他的名号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应验了那句话 歌已不在江湖 可江湖至今仍有歌的传说 预计后面他虽然中立 但还是会帮萧瑟的忙的 所以最终在萧瑟的帮助下 他回归了他心心念念的江湖 而不是老死黄陵 从锦仙公公又变回了风雪剑 沈静舟 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 还是好人有好报的 他通过自己的善心 逃过了他逃不掉的命运 自此他还是那个一剑即出 风雪枯萎的绿衣沈静舟 风雪剑沈静舟不能只称为江湖传说 就此消失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